北京时间是1月10号 CBA常规赛第四轮继续进行 八一南兰客场89比114 惨妇辽宁南兰遭遇四连败 本场比赛呢 八一南兰只抵抗了一节半的时间 就宣布缴械投降了 最多的时候落后了27分 这完全是一边倒的比赛 对于八一南兰而言呢 比输球更绝望的是 他们看不到希望 很多人把八一南兰没落归 归咎于没有外援 而其他队的外援越来越强 事实上呢 这个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八一南兰之所以大幅下滑 最主要的原因是造学能力太差 巅峰时期八一南兰等于半支国家队 而现在呢 今年世界杯20人集训大名单 没有八一南兰球员的名字 就算是全华班比训 八一南兰也不见得很有竞争力 八一南兰的阵容不算差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邹宇晨受伤之后 没有核心球员 南兰最强00后 郭浩文被寄予厚望 他在亚青赛和诗经赛都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 然而到了成年组比赛之后 郭浩文的比赛只能说是一般 即便是不在大赛的军运会上 郭浩文也没有打出具有说服力的表现 即使没既没有外援也没有班斗核心 我喜欢夺误的声音 我感觉他想是什么